大家好我是mairo 我們這一集要玩的是鳳王 鳳王眾所皆知 特防高的下死人 然後大招 神聖之火 又有50%機會讓對手燒傷 但是他的缺點就是四倍若延始啊 很怕隱形眼 所以我們讓他帶來後底靴 特別是我們讓他學了蓄能宴席 因為蓄能宴席可以增加一階的速度 那因為鳳王的速度90 其實不是說很快 增加這一階之後 其實會變得蠻強的 只要神聖之火穩定燒傷的話 很難輸啊 然後又帶了一個自我在神 努力值就是攻擊速度252 然後個性是固執 把我們先出古頂路吧 因為他應該是會首發金光花 或是鋁鋼橋龍 然後也出個霸王花 去聯防一下蘑菇寶芝 就是我們黃金鐵三角啊 古頂路霸王花跟鳳王 果然沒猜錯 鋁鋼橋龍 我們就直接地震啦 雖然他有可能是持久力 然後鋪擊打過來 但他一開始應該要先丟引擎燕 因為我這個古頂路是專門對付特攻寶可夢的 是極限特防配上補擊飛機 再加上他的特性 呦 又害了 不過他是解石 他這麼軟的話 感覺有鬼 應該是似駝果啊 然後練了特攻這樣子 我們先上鳳王吧 因為鳳王有回血的手段啊 果然是似駝果 OK的 因為古頂路不能回血啦 雖然古頂路特防也是很高的 但是鳳王特防也是很高 流星群 流星群沒打過班 那我們這邊直接自我再生先回血 好 他有連打流星群喔 但是流星群會降二攻啊 越打越養 我們這邊其實可以打訓人練習了啦 加個速度 換人 OK 會怕了齁 哇 有金光花啊 金光花岩石器的話 我們飛行招跟火招 打他都是減班 而且我們是沒有帶力爭的 欸 他是紅牌啊 欸呦 紅牌這邊 最好是 讓霸王花上場 拜託一下 OK 直接 解除了毒曼滴 很舒服啊 很舒服啊 那我們這裡最好還是換上古頂路啦 但我不知道他能對我爆黃花打什麼招欸 應該是岩石招啦 欸 大地之力喔 沒事 那我們這裡直接地震啊 他是四倍落地面的 欸 竟然是金光轉轉 我還想說 搞不好他有能量球 能量球打我會很亮 金光轉轉中毒很麻煩 但其實我們古頂路任務也差不多了 人嗎 沒有 他應該是有雷冠王 中毒的話其實 對雷冠王就有點麻煩 這裡最好是換人啦 因為如果我們跟他互換的話 待會古頂路可能會被雷冠王秒掉 觸發七黑市民之後 連鳳王都打不贏雷冠王啊 連鳳王都打不贏雷冠王啊 所以直接換上鳳王 而且他打流行曲 我們還可以自我再生回血 我們這邊先回個血 OK 要換上雷冠王了是不是 雷冠王 雷冠王是不太可能秒的掉鳳王的啦 不是不太可能 是不可能 那我們可以先打一次的訓人宴席 超車 喔 他雷冠王有替身嗎 那也沒關係啊 這樣蠻好的 把替身打掉 又加速度 這邊最穩最穩 就是再打一次的訓人宴席啦 最穩就是打訓人宴席之後 下回合接 勇鳥猛攻啊 因為心碎是不可能秒掉我的 哇 現在是打過半啦 其實我們打他蠻痛的耶 這邊有鳥猛攻 遊戲就結束 了吧 應該是可以收掉啦 雖然我們其實 太金火打神聖之火傷害會更高 但是呢 神聖之火命中95 我很怕 所以用那猛攻就好 好險有收掉 戰功收掉 鋁鋼喬龍 感謝指教啦 這把對手 洛奇亞 他們兩隻都是 傳說中的 大型鳥寶可夢 來 我們就看到底誰比較強 我們就首發 鳳王 然後也出 古頂路啦 古頂路 協助一下鳳王吧 最後賽富豪好了啦 賽富豪打大扭拉 就第一隻是 來杯粗茶 來杯粗茶 感覺拿我是完全沒者的耶 我們直接來一把 神聖之火好了啦 他不換人 因為他有耐熱這個特性啊 所以打他也沒有到很痛 靈燒 可是來杯粗茶怎麼說 做完攻擊型的耶 感覺他是會換人的啦 那如果換上 應該是會換物攻寶可夢吧 大扭拉 或是鐵地板 我們繼續神聖之火好了 來拚個燒傷啦 果然是換人 因為我們打訓人宴席 速度還是比不過輕裝的大扭拉 好 不過是鐵地板 鐵地板我們擺就比較快 阿美燒傷 我們如果太精火打神聖之火 可能有機會直接收掉他耶 然後順便 如果收不掉的話 也可以躲他電系的弱點 電招的弱點 結果是幾掌血血 被他發現我太精火了 當然這裡也只能 硬著頭皮技去打神聖之火了 沒收掉喔 也沒燒傷 哇 他一看到我太精火 馬上打吸取全 這裡我們攤個自我再生好了 因為他是有可能會換人的 沒有耶 他不換人耶 13滴 他在邊我一下剩幾滴 16滴 加了3滴沒錯啦 但他也會一直回血 所以我們趕快神聖之火把他收掉好了 這邊還在斬殺線以內 神聖之火怪怪的吧 為什麼都沒燒傷啊 洛奇亞上來了 這樣不太公平吧 我用16滴跟你滿血打 雖然我們速度總足值是比洛奇亞還慢啊 但洛奇亞很有可能是完全沒練速度的 我們這裡 不可能逃跑 直接自我再生 OK 比他還快 好 氣權攻擊 打我很癢 那我們還可以再繼續自我再生 OK 打冥想 沒關係 他應該也是冥想自我再生的啦 我們先試一發神聖之火 看這個傷害怎麼樣 太癢了吧 欸 我是極限攻擊耶 太誇張了吧 他這個應該是極限防禦的 因為洛奇亞特防 跟鳳王跟鳳王一樣高啊 所以他可能就完全不練 所以他可能就完全不練 就換上賽富豪直接打戲法吧 什麼要來點硬的啦 自我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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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冥想 氣旋攻擊 最後招可能是大地之力啊 但也沒關係 我們這裡 還不會死 而且我們速度是比他還快的 是嗎 喔沒有 因為我們沒練速度 突然想到 欸他是氣旋攻擊耶 沒有大地之力 OK 那你洛奇亞完蛋了 但他氣旋攻擊會 增加傷害啦 因為他有眼睛了 我們先自我再生一下吧 還蠻痛的耶 因為他有冥想 然後再加上 講究眼睛 哇其實 等於沒有回啊 不如我們這邊 直接打暗影球送掉吧 反正賽富豪也用不到了 超級癢 超級癢 沒事 那我們這邊直接 換上古頂路 氣旋攻擊打古頂路 欸其實比我想像中的 還要痛 沒事我們就直接 可以啊還牙 直接換人了 很乾脆 如果是我 會想要按到底 你要換牙打到兩倍喔 不過他蠻硬的 這裡做換上鳳王吧 他會打 草系招式 怎麼直接拔線啦 應該是看到我換人 就知道 贏不了了 那就感謝指教啦 先看他什麼屬性好了 好太金兵 那難怪 我們就直接出鳳王啦 我們就直接出鳳王啦 然後出個賽富豪去聯防他的蘑菇包子 然後出個赤龍王 我們赤龍王也有替身可以打蘑菇包子 就有機會聚氣一波啊 有第一隻海兔獸 海兔獸的話 我們先來個蓄能宴席加速吧 看他要打什麼招式 好 結果直接打哈欠了 那這樣鳳王要下場啦 換上賽富豪吧 他不太可能預判 然後打地面招吧 好 就是打冰燈光束 還不錯喔 他可能拆我補頂路嗎 這邊我們就直接都要打西法啦 他應該是打大地之力 不過大地之力我不會死吧 很痛欸 OK那這邊再換上鳳王 他應該是也會換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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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就他不換人欸 他都不怕我換上鳳王了 那他慘了 我們就訓人練習啦 他是一定得換人的 撮邊獸2 複製特性的喔 那可能會有電子波啊 或是有7招 我們神聖之火吧 很癢欸 不過燒傷了,很好 咦,這可是有冰凍光束 所以我們這邊打油鳥猛攻 是有機會直接收掉他的吧 再換人 因為他複製了我的再生力啊 所以他下場是可以回1%的血量 換上 海復獸來打 但是我打他很痛 所以我們再一發 他就沒了 欸,他這樣鎖招鎖住好嗎 這樣代表我下回合是可以用自我再生回血的 唉唷,還不錯喔 他這樣等於是給我了我回血的機會啊 不過他也回血啦 其實蠻反的 就直接油鳥猛攻打過去了啦 好癢喔 好癢喔 他真的很硬欸 但他玩這麼硬的竟然沒有帶欺詐喔 那我們就連發油鳥猛攻就沒事了 他這波不換人的 感覺是可以再生力下去回個血 耐克洛芝馬來了 耐克洛芝馬 很多都是玩戲法空間的啦 然後配上弱點保險 我們神聖之火直接打過去 感覺是收不掉他的 但是有機會燒傷啦 所以我們就直接跟他拼了 完了,沒打中,什麼東西 他也不是空間的 完了 完了,危險了 怎麼會這樣子 沒事啦,我們這邊速度比較快 所以好像還行啊 可以,賊巴打中了 我打他很痛 我知道為什麼了 因為他這個不是空間的 所以他沒有練耐久 哇,這樣我應該太精火了 我想說 他如果是戲法空間那一種 我太精火神聖之火也收不掉他 不過還好啦,他速度其實沒有很快 所以我們賽富豪上來還是可以打贏他 我們賽富豪好歹也是極限速度啦 我們暗影球打中 遊戲就結束了 除非他太精一般 我不相信 完蛋,真的有太精一般喔 太精二 的話我應該還是收得掉他吧 欸,沒死 欸,沒死 真的假的啦 哇 好狠的咧 還好啦,反正我們翅龍王速度也是比他快 竟然嗎 我們翅龍王就直接打他水流裂破就好了 欸,他如果是空間的那一種 感覺是要衣穿傷我了欸 他應該玩空間的比較好 海兔獸這邊輸不了啦 我們先打替身 他是講究圍巾的 所招 我看他怎麼跟我玩 OK,手招哈欠,那根本不用玩了 投降了,那就感謝指教啦